那么大家好啊 欢迎上每一节目哈 先这一节啊 咱们得讲个硬事了啊 所以你问你怎么看啊 这卢哥人家现在不满意了 是吧 为什么不满意你卢哥呢 妈嘎表示啊 说不够妈嘎 是吧 不够美国优先啊 所以由于他不够美国优先的话呢 希望换一个更优先的啊 那实话实说 马克卢比奥如果都是不算妈嘎 不算优先的话 这世界没有人比他优先了啊 所以最后的话 用谁呢 咱们咱们看啊 因为川宝这个人呢 他现在反正就出人意料吧 对吧 你想现在他提名国王部长啊 是这个一个戏子 是吧 福克斯的这个吧 应该是福克斯的主人 对不对 你想他都能让他当国王部长啊 是不是 那他让谁当这个 是吧 这个国务卿的话 那能那能 走寻常路吗 对吧 所以我说呢 卢比奥的好处在哪啊 就是 你川宝说东 卢比奥绝对不会说西 对吧 因为这个人在美国是什么人呢 他根本就是个边缘人 对不对 我没跟你讲嘛 马克卢比奥一年不知道提多这种呢 跟中国死客的议案啊 所以说白了 就此时此刻 这个人吧 他就怎么说呢 就确实也不好办啊 用谁不用谁 确实也不好说啊 但是有一点呢 你一定要看得非常明白啊 马克卢比奥 是吧 这样的人如果最后没用他 用了一个必须就是帮过这个特朗普人啊 就用了必须还以他这个回报的话 这东西叫什么 叫仇佣 对吧 什么意思 我跟你讲嘛 他有五道关口嘛 那最后一关的话呢 就是仇佣 什么叫仇佣 我帮了你了 那你就得给我 对吧 这个就跟什么事了呢 这个就跟那个纸牌屋里似的 纸牌屋里的第一就是 对吧 男主角呢 一边走一边非常优雅的说 给你介绍美国的游戏规则 介绍完成之后 他说什么呢 他觉得他肯定要当国务卿了 对吧 他应该当国务卿了嘛 因为都谈好了他嘛 我帮你干那个事嘛 我干完之后的话 你把我变成国务卿吧 对吧 然后第二天 第二天一时刻 第二天上班了还开心呢嘛 我这拍头要变成国务卿了 不不不 你敲门 说总统叫你 是吧 好像聊一聊啊 一个什么什么艰难做出了一个决定 你当不了国务卿了 是不是 但是你看咱毕竟咱们是 是吧 都是为了国家的份上 你忍一忍 然后呢 他开始呢 他就不忍了 他不忍之后的话不就出事了嘛啊 所以现在你说这个舆论到底是妈干噪的呢 还是 他们这个另外的人想争夺这个人造出来的呢 你别管谁造出来的都行 反正呢 现在这个仇庸呢 已经开始了 对吧 我帮了你 你得帮我 对不对 人家要求你兑现这些承诺了啊 那你能不能兑现这些承诺呢 我说句实在话 并不太好兑现啊 因为如果他完全兑现这些承诺的话 那也就是说 谁帮你你就用谁 谁不帮你你就不用谁的话 那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这东西叫认人为亲嘛 对吧 那甚至都不叫认人为亲了 这个就是拍卖 就是买卖 对吧 我帮你 完了呢 你还我 因为认人为亲的话 这东西得是对你好 或者说你认为他是你的亲 你才能用他 对不对 这个道理我觉得没什么说不清楚的吧 这个人是你的亲随 这个人是你的 是你重用的人 然后你重用了他是吧 然后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个东西我觉得叫认人为亲 那现在的结果是什么呢 那就是说呢 你不但做不到你认为的这东西 相反的话呢 你还得给人还回去 是吧 那你想啊 这是什么概念 那也就是说 从此以后的话 就是谁帮的他多 他就得还谁钱 他谁帮的多 他得还谁东西 对吧 那最后呢 用谁不用谁 完全看这个对你帮助大不大 你这么玩 这个美国 是吧 那就变成了什么 那就变成了就是 都互相攻仇了 什么意思 你方唱罢我登场 拆完我的台 拆你的台啊 对不对 明白 我跟你讲的意思吧 最后造理 最后的最终结局是什么结局 那就是 互相拆台啊 你拆完台 我拆台 对吧 大家互相拆台呗 反正就是我不让你上去 你也不让我行 是不是 那最后最后怎么样 是吧 这个玩就是这玩法啊 所以不是说我一说中推中必赢 你想想这个概念 对吧 有一些东西咱们要讲道理啊 就是说 如果你呢 必须你要把这个水面下的东西放在水面下去谈 你不能把水面下的东西呢 放在水面上去谈 明白吧 明白 我跟你讲这个道理吧 这个水面下 水面上到底是什么玩法 你把水面下的所有的这些私下谈的东西 全变成公开要关了 就是 只要你给的我不满意 那么怎么样 对不起 我就说不行 只要你说我不满意 我就不行 那最后的话 那大家都在这比这个 那你这个社会最后玩 玩成什么样了 就是怎么说呢 就说全挑明了 是吧 玩到最后的最终结果是什么结果 就是全都挑明了 全都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全挑明了 那你想啊 这东西都挑明了之后 那你最后的这个游戏玩法 是吧 那你怎么玩 嗯 那你怎么玩这游戏 对吧 那你你能不能玩这游戏啊 对吧 那你挑明了之后的话 你怎么把它彻底挑开 对不对 所以未来的形式也好 未来的趋势也好 是吧 怎么办呢 这个游戏呢 那么就是这么回事啊 那就挑呗 啊 彻底都挑开了 是吧 彻底打开天窗 全都说亮话 你就记住了 一旦全都说亮话 那就以后所有的每一句话都是亮话 那最后每一句话的话的都比特别的凶狠啊 那一旦的话 全都是最凶狠的话 那没有任何人做遮掩了 那这个可就是大乱的前套 啊 这个到底是不是我说 是吧 说坏事啊 或者怎么样 你到时候慢慢看 这个可就是将来真正大乱的前套 是吧 你放心好了啊 以后乱只会越来越乱 知道吧 整个的这个美国这游戏 只会比现在越来越乱啊 绝不会比现在越来好 只会越来越乱 对吧 为什么越来越乱呢 嗯 为什么越来越乱 全都挑开了嘛 没有人相互之间遮掩吧 那么你必须所有的事 是吧 必须怎么样 必须怎么玩 全部都以胜利为结束嘛 你明白吗 就是你这么打开了天窗 说亮话的话 什么没有了 容错率没有了 对不对 玩到最后的结局 什么结局 没有任何容错率 你想一个社会没有了任何的容错率 这个社会将来怎么样 这个将将来就是离也就好啊 你想想这概念 一个社会没有了任何的容错率 完了 每一个人都是你你你哼完我哼 我哼完你哼 全是比勇斗哼 然后你发现了这个川宝呢 这一次确实是他没有任何负担 对吧 他确实是说的那个意思啊 他没有之后的任何的事了 就这一切 所以他这一切他到底要干嘛 他是要把美国弄得更加伟大啊 还是要把你们这些游戏彻底给你们砸了 是吧 他要跟所谓的深层政府要掰不手腕了 但问题是你这么掰手腕 对吧 那你底下的人能不能帮你干 你虽然上面闹得挺热闹 是吧 但是你底下的一些基层的人 他们怎么说话 他们还有没有效率 那就是要看了 所以我没说嘛 川宝呢 真正想玩这游戏呢 他必须以什么为结束 他必须以胜利为结束 他只有让胜利 让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一个胜利套着另一个胜利 他这个游戏才能玩下去 他只要没有以胜利为基础 没有以胜利为方向的话 他这游戏注定玩不下去 我觉得这个是川宝现在最恐怖的东西 就是现在呢 所有人呢 都魂牵梦绕 是吧 在这个游戏里呢 好像川宝呢 那个 是吧 他是一个神仙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对吧 这个东西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对不对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呢 那你到底是不是真是这个神仙呢 你用了一群边缘人 那么这些人 他上来之后暴风咒语似的 你美国这游戏受不了 所以我还是这句话 美国这游戏它现在真的困难在哪 就你没钱呢 对吧 你美国现在欠债啊 你美国现在是负债36万亿 然后你搞的比谁都狠 是吧 你折腾的比谁都凶 那你一定要以成功为结束呦 对不对 所以仇佣这就开始了 而且你就记住了 论功寻赏 从来没有满意的 知道吧 就是你要论功寻赏 总有人不满意 总有人要提出来 那么接下来的话 你到底用不用马克罗比奥 你要用他的话 那么所有人就抓住这点 就继续说 就是他不抹着 然后他做的所有事都必须得抹着 那说白了 就是怎么说呢 这确实也是一场大型的社会实验 就是百姓要什么 你就给什么 完全他要什么 你就给什么 你完全按照这个方法走 就是说白什么意思呢 就美国完全变成了一个网红 你知道吧 就美国彻底变成了一个网红的世界 在这个里边就是这个老百姓要什么就给什么 那你说老百姓想要了 难道不是最好的吗 老百姓要什么 老百姓要钱 老百姓要什么 说到底 老百姓不就是要这个吗 你能给得起吗 关键是 对不对 老百姓要什么 最后他不就要钱吗 你把钱给他们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对不对 问题是你有钱吗 你钱从哪来啊 从关税战当中来 把他从另外一兜里再把他们掏出去 是吗 就说白了 就是 没说嘛 你执行什么政策都可以 但是你执行这个政策之后 这个政策有一个东西叫代价 对吧 那么代价是什么 等政策代价开始显现了 那个时候你还怎么还他们呀 你怎么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你怎么能够坚持每一个胜利都能持续的往下走啊 对吧 这个是你必须要回答的 对吧 那你拿什么胜利填补这个游戏 你的钱到底从哪来呀 对吧 我真的想问你的钱当中印吗 纯靠印钱吗 你要想印钱 你就必须要降息 对吧 明条告诉你了 对吧 如果不降息印钱 那就是顶着重息印钱 那需要还的钱就印的更快 对不对 所有钱都是印钱吧 你想所有钱如果按照4%这个标准 咱们就算降息 比如降一点啊 4%这个标准的话 你明年上来100%破40万亿 就他这么玩 100%破40万亿 40万亿的4%是多少 是1.6万亿 1.6万亿的话 那么他的债只会往上升 不会往下降啊 那你的债上去了 你财政预算就这么点钱呢 那你怎么着 你纯借钱吗 你纯借钱 你全都不顾了 就继续往下借吗 对吧 全都往下借 你越借力是越大 你越借越借不出来啊 你一年的财政缺口 比如说是3万亿 对吧 你最后连投资什么都算上 比如说3万亿缺口 对吧 然后3万亿不够了变成4万亿 4万亿不够变成5万亿 5万亿不够变成6万亿嘛 就这么无穷无尽的往上加嘛 你可别忘了 你现在就是一个空壳了 你一旦开始疯狂往上加的时候 这速度快了可要命 甚至我说句不好听的 到时候速度快了吓人 对吧 什么概念 那要是那个钱增长了起来 扑扑扑扑扑扑 那跟瀑布似的往上涨 是不是 那你想啊 如果玩到最后的话 你36万亿起步 40万亿 那到明年的话 你再增点点吧 你在欠5万亿吗 45万亿吗 那你后年要多少钱 你要闹到50万亿吗 你每年之后要花多少钱 我跟你讲 照他这么玩 穿宝下去了 知道吧 四年之内就会干到50万亿 50万亿那是什么概念 那耶伦说得很清楚 50万亿那要到这个2033年才能完成 对吧 那你提前四五年就把这东西跑出来了吗 那将来后边的人哪有实证空间 50万亿到西降不下来 50万亿的40%多少是2万亿 到那个时候你的西慢慢慢慢就全涨来了 等你全涨来了 一个月 一年你要还1万多的利息 军费1万亿你降不下来 光这个就已经2万多亿 再加上医疗民生这块 你之后的话怎么放得下来 对吧 你想降这个药价 你降压价的话 我跟你讲 降药价降不了 为什么 你想降这个药的价格的话 你只有求中国 原料药 纺织药 这些东西都是中国 印度在玩 对吧 你医药公司肯定不干 对吧 而且呢 你想让他降药价降不了 人家呢 不生产便宜药 人生产的是贵的药 对吧 人家有专利保护器 那你怎么着 你把他所有的专利保护全都给锁定了吗 你直接就冲他这关键小户吗 那你内部就要打官司 打官司人托了三四年 如果你说你什么都不顾了 必须降 不降不行 不降就抓人 对吧 那你这么玩的话 那你把你所有游戏规则全破坏了 那到那个时候人就不干活了 对不对 我没有药 我没有 不生产了行吗 对不对 到那个时候物价还得往上涨 所以他一切的行动都以物价往上涨为趋势或者方向 完了你觉得 是吧 他能有神仙妙法 这就为什么我看不上川宝的原因 你现在所有的招 最后的结局和最后的结论 就是换成什么呢 就是置换 玩到最后置换 置换成什么呢 就是愣拿钱往里砸 对吧 你就是今年这多少万亿 明年多少万亿 后年多少万亿的拼命往里砸 你除了这个招以外 你没有任何能真正有效能实际去做事的招 然后你突然跟我说 是吧 他这个招就是好招 他这个招用这招就彻底把这事了了 就把这招成了 平了 对不对 你说你这话除了骗鬼 是吧 你谁能信你这东西 对吧 你自己琢磨琢磨 你说谁能相信你这东西 除了你骗鬼 是吧 除了鬼信 是吧 谁能信 鬼道都不信了 鬼都说 你说太离谱了 是吧 信不了 真信不了啊 你真没有说这个能支撑度啊 你的都不是空中楼阁了 对吧 直接就海市渗楼了 你跟别人说海市渗楼就成功了 是你自己算什么 对吧 这些东西都要钱 福利待遇能减吗 福利待遇减完了之后 是吧 食品券剪完了 底下就更折腾了 要么就是医药费暴涨 所以没跟你讲嘛 横算数算就是死路一条 除了降息 这一条路可以走 别的路都是死路 就是你甭管这个人跟你说的有多好听 这事情就在这儿呢 你加了息 是吧 国家就要多还钱 国家多还钱 社会基础就变差 社会基础变差 社会资源变低 社会矛盾上升 这就是改不了的东西 对吧 那你要降息 降息就要世界平稳 世界接受你美元 世界认可美元 接受美元 你就绕不开中国 你就得跟中国谈 对吧 横竖两条路都在这儿 那你走哪条路 对不对 你暴风骤雨似的玩 玩你选了一帮所谓极端派 这个极端派个个跟中国要喊打喊杀 对吧 老了的时候 你突然之间你就调整天考跟中国突然合了 对吧 你行 底下这些人行吗 这都是问题 是不是 所以没跟你讲嘛 横竖两边人说怕你都两头堵 对呀 所有情况都告诉你将来会发生什么的 两头都告诉你了 完了他能不能走开这个局 那只要他自己能知道咯 对吧 那倒看看他最后怎么玩咯 对吧 好吧 那这一节呢 先到这儿看下一节内容 那这一节啊 咱们讲个硬事儿 现在居庸时报表示啊 说特朗普任命啊 沃尔斯等人进入内阁 表明啊 其对中国啊 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那你说这个东西会不会来呢 一定会来 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呢 他没有任何停下来的必要了 他也没有任何来停下来的举动 他用的人都是那些发狠的人 对吧 那怎么来呢 但你一定要知道这里边有一个人是存在一个悖论的 对吧 这个悖论是谁 就是马斯克嘛 对吧 所以马斯克想玩这个游戏的话呢 马斯克呢 要跟中国保持好关系 因为你不跟中国玩的话 谁帮你生产你想要的东西 对吧 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总要把话讲清楚吧 对不对 怎么才能够有这个东西生产 怎么才能有这个东西玩 对吧 你总要把这个东西讲清楚的 所以呢 问题就在这儿 是不是 你用的都是一些跟中国死磕的人 但是问题反过来 你还得用着中国 你怎么死磕 现在我跟你这么讲啊 你不要跟我谈什么死磕不死磕的事儿 没用 那个东西是一个口号 你喊这个口号行 就是这么讲 口号不是你的目的 你不能把你的口号变成你的目的 如果你把你的口号变成你的目的 那就完了 对吧 这个不是说胖子一说就又 又这个说 是吧 你看现在大搬运已经没有了 往里面说这话 不对 对吧 为什么我敢说这个话 现在我仍然敢说这个话 对吧 很简单的道理 你对中国打60%的关税战 对吧 那这个东西中国将来怎么反击你 对吧 肯定是要有反击的 这不跟你多说了 对不对 这没毛病吧 就是你打我 我也打你 你跟我磕 我也跟你磕 这东西咱们都是相互的 这不是说只有你磕我 不是我 是吧 只有你磕我 没有我磕你的事儿 我这么给你打一个简单比喻吧 L325去年生产了几价呀 为什么L325生产不出来了 对吧 说有八个稀土材料 现在有三个现在出现了问题 对吧 你买不着了 你不好买了 对不对 然后你L325生产不出来了 你现在要在西亚那块打仗 对吧 如果你对我更强硬 好 很简单 八个可能全断 对吧 你比如说拿芯片跟我玩 是吧 你逼着这个芯片跟我死磕 但是对不起 你逼着芯片跟我死磕 我芯片第一个肯定能将来造得出来 对吧 那将来更能造得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不必多说 而且不要小看芯片哦 成熟制成的芯片 其实已经拿在中国手里了 你不要认为所有芯片当中 只有好芯片叫芯片 普通芯片就不叫芯片 对吧 对不起 普通芯片也叫芯片 这些成熟制成芯片在我这儿 将来你高端芯片制裁我 我低端芯片制裁你 那你别觉得不可能啊 那你买个什么 对吧 买个温度计 对不对 买个什么蓝牙的小设备 买个小音箱 那这东西全是三纳米的吗 不可能吧 啊 这音箱多少钱 你三纳米芯片多少钱 成熟制成的芯片都在我手里 将来你拿什么跟我玩 对不对 你再说了 你玩这游戏的话 你马上就要这个搞这个芯片的这个生产了 完了 你搞芯片生产了 你不卖了吗 我跟你讲 这一招真正目标在什么 就是让美国生产 知道吧 他的所有盟友都要给美国让道 完了 他美国要生产芯片了 芯片的厂子2026年就要投产 明年就要投产 没有吧 2025 2026就要投产了 投产了之后你卖谁去 你都你自己买吗 对不对 那不得卖给中国吗 那怎么才能卖给中国呢 那不就是让别人不能卖给他东西 他不就只能卖给中国了吗 那会儿说他把这生意抢过去了吗 所以人家在那玩什么呢 人家在那抢生意呢 抢外人的生意 知道吧 所以将来这些生意都是谁干的 都是他们自己干的 你把这东西看明白了 后续这东西你就看明白了 对不对 所以你强硬对华是可以的 但是你强硬对华的招是哪个招 你那边战争打着呢 对不对 关税你来吗 我这么讲啊 玩可以 不要玩崩 为什么不要玩崩 如果你彻底把这游戏玩崩了 中美彻底对上起来了 那对不起 是吧 毛子和伊朗人家可能就疏忽了 对不对 那人家想要什么东西 那到时候要管制不了的话可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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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跟我说 把中国踢出Suite去 你把中国踢出Suite的操作系统的话 第一个乱的是你美国 为什么 你美国需要的是大量的进出口商品 说白了吧 现在这个世界很简单 钱在你那 货在我这 对吧 一旦通货膨胀了 一旦世界经济混乱了 一定是货比钱重要 而不是钱比货重要 对吧 为什么面包变成50万马克一个了 为什么 因为你没面包 马克你要多少有多少 对不对 面包你可没有 面包在谁手里 在我手里 对吧 大型的工业化 这甭说别的了 就 药就在我手里 知道吧 就是中国真的想要让美国的通胀飞天上去 很简单 原料药一停 就完了 接受了 知道吗 原料药只要一停 美国药价暴涨 暴涨之后 老百姓吃不吃药 老百姓想吃药 老百姓就得买便宜药 药在哪呢 只要把原料药一停 你没有原料药了 是吧 你那价格暴涨 你那价格一涨 妈干嘛就明白了 是吧 就这点事他们就懂了 到那个时候的话 你觉得他们会真的向上你吗 你 他们一到药店里买药去 那药给你涨个两三倍 完 到时候这医药公司再给你趁机加价 给你药 现在这个基础上再给你涨个两三倍 老百姓吃得起 所以我没跟你讲吗 为什么他一把一把的吃呢 那个玩意儿 那个玩意儿是仙丹 知道吧 那个玩意儿便宜 吃这个还能吃得起 就没那个玩意儿 连那个都吃不起了的话 那个时候怎么办 是吧 这就最简单的 就是中国想让你通胀起来特别简单 好多手道特别简单 就这一个 医药的东西跟你停了 原料药一停 你随便 对吧 你爱干嘛干嘛 到时候老百姓吃不起药 看不起病 你就这一条后边的事你自己琢磨 中国有好多好多方式呢 我掌握着货 对吧 你只掌握钱 你掌握不了货的人 你跟我狂什么 我不跟你讲过吗 就是为什么这个游戏你看起来美国很厉害 美国很硬 为什么 那是因为对于中国来说的话 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 对吧 需要一个发展的环境 对吧 所以我不需要去扮演一个特别凶狠的角色 对吧 我要的是实打实的发展 所以你在某一些地方 你在某些领域扮演一个特别凶狠的人 你演一个很凶狠的人 我是可以让你演的 但你别演过了 知道吧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美博弈说到底 你会感觉到拜登那边已经谈完了 对吧 除了服于表面上发点狠 对吧 基本上一切东西都是掏生依旧 该干嘛就干嘛 为什么 你需要的货都在基本上我手里 对吧 你要知道中国出口给美国的产品都是什么 很多东西是成品 很多东西是中间工业产品 零部件啊 原材料啊 对吧 成品当中需要的这些东西 如果这些东西都停了 都涨了 对吧 那你想啊 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结果 那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很现实的结果啊 这些东西如果全都涨 对吧 全都往上冲 美国的通胀涨成什么样 通胀涨起来了 老百姓怎么说 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啊 为什么我一定跟你说是三个月 你记住了 三个月拿得出来成绩 川普想干什么都可以 那么如果三个月川普拿不到钱呢 川普就要对民主党弄手 因为那个时候呢 他只有转换矛盾了 他只有他跟大家说 是吧 因为民主党是什么什么事 那个时候呢 民主党呢 他要抵抗吗 这不是现在这个 是吧 纽森要玩东南互保吗 等他东南互保了 他就把责任推给纽森 这个时候呢 民主党的斗共和党的斗民主党呢 他们就闹起来了 他们一闹 他内部的混乱就超过了外部 那个时候呢 他用内乱去解决外患 是吧 外部的形势越来越糟 他对内部的形势他打得越疯狂 内部的形势越疯 外部的形势就越糟 对吧 你想你内斗的越来越狠了 那谁给你面子啊 张三不给你脸 李四不给你脸 王五不给你脸 人人不给你脸 人人不给你面子 你内部穷折腾 你内部折腾的越凶 那你内部是不是越折腾 对吧 那你内部越折腾 你内部折腾的越凶 明白吧 明白 我跟你讲这个意思吧 那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结果 是吧 所以未来的这个结果呢 就是一个比一个凶 是一个比一个凶 最后呢 张三凶完凶李四 李四凶完凶王五 王五凶完凶赵六 是吧 就这么过来就劈的啪啦 他内部自己就卷起来了 他内部只要一卷起来 那你想想他外部他能放得过他吗 内外都不放过他 他拿什么钱 评了他这个游戏 所以最后你说这一切 玩到最后的结果 是什么结果 是吧 最后的结果 就一个字 钱 知道吧 所以我没跟你讲嘛 这个世界呢 玩到最后呢 玩的是什么 玩就是钱 有钱 什么都好 知道吧 没钱 万般不好 是吧 你说你这理解不了 最简单了 比如你一个月挣五千五年 对吧 一说你媳妇说想买个什么东西 买个口红 让你说给买了吧 是吧 你孩子一说说爸爸我要买个玩具 你买了吧 你一个月挣五千五年 你还能给他买 对不对 你要挣三千了呢 你别忘了 美国现在是什么日子 美国一个月挣三千 花六千 完了外边该三十六万的账 这就是美国真真正正的状态 你别跟我说不对 是吧 美国财政收入是四万多亿 对吧 那四万多亿平均到一个月 可不可以一个月就三千多吗 那三千多亿 那就是你的这个生活成本 就是你跟你 你就把那万亿 你理解不了了 你就把那万亿 全都去掉了 就三千 对不对 外边该这三十六万亿 你不懂什么意思 你外边该这三十六万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开始内部折腾了 他一折腾了 对吧 媳妇说买个口红吧 买不起也不买了 对不对 那你不就闹腾了吗 还要说 说爸 买玩具 买不了了 买不了了 不买了 那不买不就折腾了吗 他一折腾起来 就是鸡飞口跳的 今天打明天闹的 是不是 外边一看 哦 你家务不合 别人能把资投给你吗 川宝那个所谓大投资计划还有吗 就是你跟别人说 说我啊想开个奶茶店 对不对 完了找你融资 比如说借你多少钱 人家觉得 嗯 说看看你们家情况怎么样 一推门进去 撒到货 桌子掀了 你说不过就别过了 是吧 孩子咯 把玻璃砸了 你说活不下去了 是吧 人家说大哥你先弄着啊 我先走 知道吧 那投资计划就没有了 哪个大宝老板敢下去玩你这游戏 除了你美国自己的大老板玩 但是你别忘了 你美国自己的大老板玩你这游戏 你得给人酬庸 知道吧 人要的是什么 人要的是这个税收补贴了 到时候玩的就不是这个投资计划了 玩就是强 什么意思 弄个铁锹在那缠连缠土的 是吧 五年之后还是这样 是吧 人家退税也好 减税也好 该拿政策人都拿全了 对不对 玩项目一个没有 老百姓享受不着这东西 老百姓最后一看傻眼了 知道吗 最后你怎么玩 我跟你说实话 真的啊 中美贸一旦干起来了 最后中国比如把他原料药一剪 他现在对原料药中国这块就实施制裁呢吧 应该是吧 对吧 如果这个东西一说不出口了 或者一剪 你明白什么概念 到那时候你就心里就有数了 那价格噗 飞天上去了 跟每一个美国老百姓都有关系 对不对 那世人能不吃药吗 对吧 就这一个你怎么玩 你说了我找别人找三哥 你找三哥去 是不是三哥不趁门打结啊 就三哥这皮 这饼性的人 你那会打的不会还得得趁门打结你吗 趁门打结你不做你不还是价格上去了吗 所以我跟你讲啊 横竖你甭着急 对不对 你关键问题是这样呢 你的现实需求和你的实际 和你的口号是完全背离了 对吧 你的现实需求需要稳 是吧 需要通过和中国合作 稳定你的价格才能稳得下来 当然你说你不按照这个现实去做 你非要辅刻 那辅刻之后的结果 是不是比现在的现实更糟呢 如果是更糟的话你招什么急呢 他不把这游戏给毁了吗 他把这游戏毁了 是不是极限施压 那没跟你讲嘛 你一定要记住把关税战的目的是第一游战贸易协定 第一游战贸易协定是什么 中国进口更多的美国商品 从而减低美国的这个逆差 然后呢 把关税停掉 这个是他 关税战是他的手的手段 而不是他的目的 一旦他完成不了自己的这个目的 把手段变成了目的 那他就死了一条 为什么 因为关税战这东西叫欺商权 先商人后商己 对吧 然后你拼命的跟中国死磕 拼命在这穷折腾 对吧 你拼命在这折腾 那你折来折去 你能有好果实吗 对吧 俄乌战争 这块没打完呢 西亚战争这块都没打完呢 你外边的世界都没平稳下来呢 而且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你已经没有平稳下来的基础了 明白吗 你已经没有任何平稳下来的基础了 但是问题是 你现在需要的是平稳 需要平稳你不平稳 对吧 外边的世界你搞不明白 内部的世界你也搞不明白 两边的世界都改不明白 是吧 那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结果 是吧 那你就崩了呗 那崩了之后 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结果 那死拼呗 对吧 那就血拼到底呗 看最后的话 是吧 自己能不能玩呗 这游戏到底玩得成还是玩不成呗 那你就看呗 对吧 好吧 那这一集呢 今天这一集就得谢谢收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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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